你爹先供他肥肉 等一下 好軟 老闆都把肉切得很厚 變得很有嚼勁 跟我第一次吃到一樣 超好吃 好好吃喔 跟雞排的皮一樣脆 我跟你們講 這一次真的是精髓 雞大成之作 我把每個 我很喜歡吃 很想要吃 吃得回味無窮的 我都點出來給大家看 嗨大家好 我是凱莉 2022我環島了很多次 也去了日本 去了韓國 做過了很多事 達到我很多目標 我覺得是時候 該來環島了 因為陳立安從齊悅加入之後 是不是都沒加入環島過 都沒有環島耶 我把我之前各個系列環島 我最喜歡的點挑出來 大家如果剛好年假 那10天沒事做 可以跟著我這樣環一次 繞一圈 保證吃到飽 所以我準備了一台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一台 畢竟我是貨車商用車小公主 從小到大 在這種商用車上面打棍長大的 開台我最熟悉的車 一絲子NLR 正五頓的貨車 直接去環島 而且我的秘密武器在後面 你們來看 我就很怕他們生意太好 我沒位子坐 欸 幹嘛 自己準備了位子 欸欸欸 你們兩個躺躺看 現在我們有兩個人 一個186公分 跟182公分 你們躺躺看 好 我來拿相機 我頭髮太亂了 快點 Daniel 沒有 好 來 沉淀堂了 沉淀太好Cue了吧 這什麼畫面 欸 可以耶 所以我們就出發 很懂吧 Go 差點 差點跑去付駕 上車 好 我們現在要往花蓮的路上 我們這樣很像是 要出去賺錢養家的三兄妹 這位大哥 你是我們之中的大哥 大哥辛苦第一段路程先給你開 然後我跟陳定安坐著 欸 但我們這三個大高個可以這樣做 代表說這一台 空間很足夠 對啊 空間算非常足夠耶 陳定安甚至帶了一台電腦在這裡 上面很夠放耶 一把電腦拿出來 這麼大台耶 然後我就把它塞進去 所以其實它儲物空間都有想好耶 如果是一般送貨那種貨單 放進去很OK耶 你自己真的都沒換到我跟我說 沒有啊 你這個 這樣不行耶 OMG 這是桌布耶 好漂亮喔 那你拍我 你拍我 更漂亮 有嗎 沒有 我要拍這裡 我開這台NLR在路上 旁邊停紅綠燈的阿嬤都會看我耶 他可能想說 這麼漂亮的姑娘 開花車更漂亮的 沒有 他想說 他想說旁邊兩個男生怎麼沒有開這麼爛 但我覺得這台遺失者的NLR 他雖然是五噸的大型商用車 但其實你抓好車距 因為他車真的比較長嘛 其實蠻好上手 尤其他自手排 真的就是打擋直接超級方便 不像以前我爸爸開一手排車 就手很忙 腳很忙 就不用了 那真的是要資深老司機才能駕馭的車輛 哇 真的很漂亮耶 路很大條 開大車不會有壓力 終於到了我的第一站 環島一定要先來台東 吃我最愛的許家烤玉米 在台東的根深路這邊 然後我昨天從台北開這台NLR這樣下來 深刻發現 自手排的好處 有自排的方便 然後換檔俏率高 又有手排的省油 商用車這樣真的是使用起來很便利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根深路烤玉米 阿伯 今天沒有Quiz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他們臉書粉絲團 阿伯說他休閒了一月 然後跟大家講 如果你剛好來台東吃根深路的許家烤玉米 我強烈建議你要吃老闆烤的 香酥脆 老闆烤的一度讚 我們接著去高雄吃我的高雄美食名單 不愧是貨車公主 我無法看到我會哭啊 他沒有看過我開五頓的車耶 他就說你可以來幫我送皮塊 我不要 然後我跟大家講 從台東你要走南迴改去屏東的路上 除了多良車站這個必去景點之外 一定要來泰瑪里跟這隻貓合照 很可愛耶 他是拿著他們的特產金針花跟釋迦 可以來跟他合照一張車子 你要像這種商用車 有一個小訣竅 就讓我們這個商用車的女兒來教大家 這裡有一個扶手 這裡有一個踏板 其實 很輕輕鬆鬆 而且也可以站優雅 上去囉 旁邊遇到學長耶 學長也是一四日 可以 學妹在這裡 學妹耶 學長你不要 不要吵我旁邊我很緊張 陳利安超開心的 這很滑耶 你看喔 我不相信 我一定可以走了 陳利安來 這很滑對不對 這隻青菜比整天輕鬆多了耶 對啊 很輕鬆 我跟大家說從南迴改出來 然後我們頻道要繼續往上的時候 切記一定要看右手邊有一隻恐龍 大恐龍喔 帥 環島沒有環個20隻 是不會記得這裡有恐龍的 今天對我來到高雄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有哪裡不一樣 我的聲音 我剛剛跟陳利安在車上合唱 唱得太盡興 我發聲位置不對 而且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一次我們開 Isuzu NLR 這個商用車 五噸貨車的感覺 跟我們平常看家用車 看休旅車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次三個人是坐在前面 在並排座 超級溫馨 音樂一放 我們三個合唱 很難聽 只有陳利安會唱歌 音樂愛情 對不起 他們要熟悉耶 所以我會再輕一點講話 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覺得是時候帶大家來吃一個 既有CP值 口味又好 真的北部人 南部人 都能接受的一個肉燒飯 就是南風滷肉飯 好 我現在來到我們 以獅子NLR的後面車童 超級方便 野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南風滷肉飯 我買的肉燒飯 你看這樣一碗 你猜多少錢 陳利安 五十 三十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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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高雄 而且是高雄的鬧區 三十五塊 這個男生 陳利安應該都吃得飽的狀態 而且陳利安買的那個滷肉飯 這是我們北部比較俗稱的烤肉飯 肉 而且你看 它燉得很軟嫩 結果吃那個中間 好香喔 我跟你講 這樣一盒 六盒 很讚耶 一大盒耶 重點它烤肉下面還是很多肉燒 然後旁邊很多榨菜 很爽 然後我自己喜歡的吃法是這樣子 拿來拿來 所以你一邊吃到榨菜 還有它的肉燒 還有白米飯 然後它的白飯也處理得非常Q 你直接先供它肥肉 等一下 好軟 嗯 不會膩耶 我會每天去排醉耶 這還不錯 這三十五耶 快服了自己 今天早上很冷 給大家看陳利安現在穿魚人外套 月亮還很清楚耶 我們在哪裡 要去吃羊肉湯 不能吃 我們非常執著 今天人比較少耶 有沒有機會吃到隱藏料理 羊眼睛呢 我們去給老闆安示 聽說無名羊肉湯 它每天就載一頭羊 所以有兩顆羊眼睛 然後是老闆的私藏美食 他要看到有看對眼 或是有緣的客人 才會請他吃 點不到的 成就打籤 第一次籤在晚上做 怎麼簽 這樣簽還是這樣簽 好帥喔 美女物流食現在上線 欸 陳妮安我們剛剛去吃 那個不能說店名的店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安平的消防局 外面一整排學長 宜蘇蘇他們家其實從5噸到18.5噸 整個車系都有 然後尤其我們這次環島的座駕 5噸的這個車型 把我們一般家用車休旅車 我們一般家用車款所注重的安全配備 全部都加入了 你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是眼睛 雙鏡頭跟我的眼睛一樣 它可以幫你看 如果你真的常塗駕駛 像我們商用車駕駛啊 常常要開很遠去送貨 它可以幫你做一個基本的安全配備 幫你看一下說路面的標線 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有很多貨車 像我爸爸也是在送貨的 就知道說很多人為了生計 這樣在外面奔波 然後像我爸爸就是為了女兒很愛花錢 所以很努力的工作 但是時候還是要以安全為上 安全第一啦 你看ISUZU這一次NLR這個車型 很貼心的為這些 實際有在使用車款的人著想 前後左右四個 它的環繞鏡頭 就是確保說車身在移動的時候 或是在停放的時候 不會有死角 不會有撞擊到其他東西的可能性 欸等一下 我生意已經這樣了 我是來手 黃小虎 因為其實我們商用車的使用者 他最在意的就是 車子能使用的時間 總不能時不時一直去卡到 一直去維修 會浪費了把這台車 拿來使用的商業價值 而且我看到這個四鏡頭模組 其實蠻有感的 因為這一次ISUZU的NLR 它是直接標配給你 但像我們家 我爸爸的冷凍車 因為它的車型比較舊 我爸爸是去外搶 花了一些錢 自費自己安裝的 而且我覺得像ISUZU 它的原廠直接給你 原廠的相容性一定是更好的 所以原廠有提供這一項服務 這個配備其實真的要給個讚 而且其實我這幾天坐在駕駛座 有更多新的 我們上駕駛座 你看駕駛座就可以看到 這裡四個左右兩車 後面前面 四個角落都讓你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非常人性化 有垃圾油 還有藍牙 我們長途如果要工作 手機連著啊 可以聽自己想聽的Podcast 聽自己想聽的音樂 比起以往我們對於商用車 可能比較陽春啊 他還是有想到說 我們實際使用用戶 想要的安全配備 想要的娛樂配備 而且你裝上駕駛座 可以感受到這張椅子 它發泡棉蠻厚的 Nui Nui 但是它是那個布面座椅 然後有點容布材質 這個就是如果真的 司機大哥們 我們在外面 然後工作流汗 它其實是會吸汗的材質 真的在食物層面使用上是不錯的 然後頭部頭靠 你看完全都可以支撐 它的駕駛 視野非常非常好 你看前面幾乎是 快垂直的擋放玻璃 它又往下削 然後我可以看到更多 它讓我們的駕駛死角 降到最低 旁邊A組也幾乎直立 旁邊駕駛座玻璃 有開過這麼大片的玻璃嗎 後照鏡這麼大片 三個算是 在男女生裡面 都是高於平均身高的 大高個兒們 我們坐上去 其實OK欸 對啊 而且還還到欸 對 還還到欸 不會說整個這樣騎到變形 比迷你好 比迷你好 迷你最近亮引擎燈 又亮欸 商用車真的 隨便開個幾十萬公里的美差 可是我迷你 一到十萬公里馬上跳燈 那因為我們自己家裡 那也是有這種大型的商用貨車嘛 我爸就說 我跟你說 你今天開的這台 一支組 NLR六騎 很值錢 哇 還有這種說法 他說現在有環保法規的規範嘛 所以這個六騎的這個車型 是市面上現在最新推出的 你有聽過 一百多萬的車 你開十萬公里 它沒有打巴車 它可能還有一百出頭萬的價值 就是這種車 我聽我爸講 我想說天啊 真的假的 那誰還要買家用車啊 但沒有還是要使用需求 因為這台車還是相對大 如果你真的有債務啊 做生意 或是你就是陶賓 你有車隊 這種需求 就是車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然後我們這一次 對台能外換了一個車型 我們後面後斗 原本是車床形式 讓我們可以露天吃臭豆腐 適合說 如果你是搬家公司 或是你的物品 其實可以這樣綁綁綁啊 就是比較多變化 我這一次看到一支是NLR 這個相識 我就覺得怎麼這麼好 因為我們家 它是比較舊的這種貨車 我爸爸那一台啊 它的這個車 後斗的門 它開 它是這樣開 你知道嗎 整片 如果你沒扣好 或是有人撞到或幹嘛 它是會 撞到旁邊的車欸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他們 很滑順之外 它自動卡住 然後它是側滑的 真的比較 我在日本看到的貨車 這樣辦理 非常方便 這個已經是一個小天地 完全可以站直的狀態 我現在喉嚨痛 我就想到 我小時候跟我爸出去送貨的記憶 他每次都騙我說 這種丸子是SAN 很像那個小時候看那個Z工的 對 那個SAN就衝衝衝衝 雷侯安不要告我 我覺得你蠻有效的 然後我們接著要去吃哪一家 欸 台南 有一些我吃過年年不忘 但它中間休息好幾個月 我們去吃鎮腦店 走 鎮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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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各位 這麼多家牛肉湯 我現在吃下來 我綜合評比 評分最高的是 年紀正宝店 尤其它搬到新的地方 環境變超好 變炒乾淨 而且我最喜歡的就是 他老闆都把肉切得很厚 變得很有嚼勁 以一碗150塊的分量來說 它的肉很多 然後它的湯 就是牛肉味為主 它有點油脂的香氣 沒有過多的調味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 生鮮的那個鎮腸溫體牛 它是那個早上先沙的 然後再弄這個湯去敲 就我自己湯一上來 趕快先把肉夾起來 帶它來台南 一定要吃代價的 接著我們從台南 來到嘉義大陵 大陵火車站前面有一個 一定要吃的臭豆腐 它的名字叫做 臭肥臭 很臭 我之前臭豆腐環島 已經連吃六攤臭豆腐 吃到頭暈喔 吃到誰頂啊 就跟我吃到這一間 連吃兩盤 這裡距離臭肥臭 大概100公尺 我都聞到臭味 啊 趕快去買 走 吃臭肥臭 要跟時間賽跑 走 好臭 很臭喔 好臭喔 而且欸 看它的麵線 喔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它超級脆的欸 而且很香 而且你家鄉它小魚 很香 好香 沒有吃過香的臭豆腐 很爽吧 對 又臭又香 好 我覺得真的蠻值得 觀眾最環島繞育圈吃吃看 我跟你們講 這一次真的是精髓 極大誠之作 我把每個 我很喜歡吃 很想要吃 吃得回味無窮的 我都點出來給大家看 在高雄的湖東牛肉館 它牛肉火鍋 高雄的三牛牛肉麵 還有台東烤玉米 這三家是我的遺珠 他們都剛好沒開 湖東我 我自從拍過影片之後 我從來沒有打電話進去 訂到位過 我連電話都打不進去 請問有人有老闆的LINE嗎 可以給我嗎 小巷子 小巷子 厲害嘛 上手咧 這個巷子很窄欸 我現在要來先咬大家聽的聲音 超香的 我剛剛買的時候過了五點 老闆營業到五點 後面一堆人 而且老闆一定現炸 他不會說就是一次炸很多 他有多少他就嚇死分 它每一顆都是炒脆 而且油粒的炒乾 跟我第一次吃到一樣 超好吃 超好吃 跟雞排的皮一樣脆 有三層口感 外層脆 中間黏黏糯糯的 內層沾到醬 又有肉的香氣 然後肉也很嫩 加上他有大量的香菜 畫龍點睛 你不喜歡香菜的話 記得跟老闆先講 炸一顆多少錢 15 跟之前一樣 價格沒有漲 可是他生意變得超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確保 你有吃到的話 建議可能下午就先來吃 他營業時間是到5點多 所以這隻環島 其實有一些小魚灘 就是很多我想吃的疊價都沒開 我第一次環島就這麼多沒有開 再緩一次 再緩一次 我覺得環島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一生的置業 有沒有聽起來聽起來 哇 雞皮疙瘩 其實有時候留一些遺憾 讓自己還有下一次出發的理由 也很不錯 如果過年你剛好有一段時間 你想要開上你的車 或是你也買了新的一次性的車系 想要訓車也不錯 直接開一圈環島 可以逃離傷心下雨的北部 或是你住在哪個地方 你也可以真的去像花東那些美景 大山大海 真的打開你的眼界 也會很療癒 不如跟著海莉的腳步 這一次都幫大家規劃好 哪個地方停什麼 哪個地方吃什麼 如果你有跟著我 記得打卡 Hashtag 海莉環島 我會看到你的這一些限動 然後可以的話 我也想一起參與你的環島過程 好不好 如果對於這一台我們環島作家 與私主NLR的興趣的話 TaoGamer不妨去展間直接看 他們的一些售後服務 車體 還有它所有的安全配備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小號 剛剛提供給我們的頻道會員 我會把全部環島懶人包 都放到我們頻道會員專屬的社群 歡迎大家加入 這懶人包隨你用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海莉 記得留言喔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 大家掰掰 掰掰 抱歉啊抱歉啊 抱歉啊